我的频道在分享生活中的芝麻小事 偶尔也会分享我人生遇到的难题 如何对抗人类的七情六欲 喜欢可以留言分享 订阅请按赞全部才不会错过蠢昧的人生百态哟 嗨 果月快到了呢 有没有很期待 我相信神鬼的存在哦 虽然我没有神通 但是我有奇特的幸运 从小到大到目前为止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啊 只要是错误的 对我不好的 总是会突发意外 那个意外可能发生在 对方的身上 或是我的身上 提醒我不要去痛 举例不好说 因为那是我人生的回忆 但我可以说的是 千万不可以有害人的心哦 即使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设计的再完美 想法你可能先制食恶果 鬼跟神 虽然我看不到他们 但是我相信他们的存在 因为他们默默保护我 到现在 在我人生的旅途中 不断的提醒我 不断的提醒我 即使迷失了心 做了错误的决定 也都从没放弃过我 找各式各样的 能当下对我有帮助的人 尽可能的 帮助我想迷失的心灵 尽可能的提醒我 可能会受伤的决定 不断的提醒我 他们一直都在我身边 尤其是当我心灵受伤的时候 天哪 总是很巧妙的 就出现在我眼前哦 心灵是任何人 都无法复制的 感受的当下 只有自己最清楚 就像一幅图画 每个人看到的感受 就不一样 反反复复 不属于我的非人类生活 就足以证明 我不需要再向他人解释 解释也不是我的强项 我也讨厌解释 与其断章取义的听人家说 不如自己亲自跟人事物相处 自己的心灵 自己最清楚明白